月光小火车是一本儿童绘本 而小火车要开往哪里呢 故事是叙述月圆的晚上 一列火车就在森林的深处要行驶了 而来搭车的分别有留着蓬蓬头的蒲公英 以及长长鼻子的大象和带着闪电的乌云 以及好像一直睡不饱的熊猫哦 还有一位就是叫东东的小男生 每个人要下车的目的都不一样 就像是蒲公英要到花城 大象要到火山站 而乌云就是要到枯黄的农场 另外老是睡不饱的熊猫呢 是要到吃梦镇啊 而主角东东就是要去告诉妈妈 这一趟旅程所发生的故事 他这里面讲的是小男孩 他一站一站去追寻 最后找到那个点 其实最后就知道其实是他的妈妈 那大家会觉得说到那边 才能看到他的妈妈 其实并不是 因为如果读者有注意到 就是这边有一只鸟 他其实从头到尾都跟着这辆火车 一起前进 即使他后来回来了以后 他还是跟着他回来 所以其实这个当这个家人或朋友 如果他还在你心中 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那但是我看到作者他写出来文字之后 我想就是边画的时候边想出来的 绘本中作者以水彩渲染的技巧 营造梦境的氛围 以不同的构图方式 强化每个场景的戏剧张力 简单的故事引领大家进入每个情节 画风就会尽量让他稍微温馨一点 奇幻一点 所以他前面会有这样子的 就像奇幻的事情 这是补梦王 对然后 但他这样一站一站经过之后 其实这都是前面都是比较冷色调 那到最后他当他见到他的妈妈 原来那一站是他妈妈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暖色调 所以这是代表这个小男孩 他心境上面的变化 那我希望读者也能够经由这本书 然后就是内心也可以得到某些疗愈 月光小火车就是读者漫游一场梦境的旅程 适合家长陪着孩子 以想象空间一起分享精彩的内容 记者卢秀娟新北昌报道